是会准备接招的 你说北约这边会怎样接招呢? 我们继续去观察 未来他们包括美国那边的国防部 或者欧曼或者北约那边的秘书长 他们未来会说些什么 我未收到最新消息 我们会继续观察 即是未来会有什么反应 但我们会猜 反应就是我们未怕过 即是我们为了保护世界和平 我们已经根本尝试做准备 我们也多次提及 北约和美国一定是有这些方案 即包括你怎样打我 你怎样打我 全部都有scenario 不过他们唯一没有scenario 就是你和乌兰去炸的时候 要不要出核武 这个就真的没有这个scenario 但是不是不代表他们之前没有谈过 大家还记得 奥斯丁和Mark Milley 召集了北约大部分的国防部长开会 其实未必没有在开会中间提及了这些方案 不过如果真的没有 那又要召开一次谈 不过根据普京 经常都拿出核威业 他们真的有机会谈了 也有机会有方案 而这个方案可能连乌克兰也知道 这就是我们暂时看得到的情况 我们经常说一句 如果要打世界大战 这场一定不是世界大战 这场是欧洲战 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也是局部在欧洲和美国这边打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不能打 包括中国和台湾 就是中国和台湾 就是世界大战 这样可能是局部的世界大战 始终有点像印度 也不能参战 就是这个情况 你会观察 会不会中国乘机打台湾 这些位置 那是就会世界大战 但是如果不是 我眼中的世界大战 是一场常规的战争 俄罗斯就很快收平 不用想 所以反而不担心 其实担心是核大战 就是世界核战 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我们叫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商户保证毁灭的一个威胁 就是说俄罗斯射日弹 美国射日弹 搞到全世界核凶天 这才是最可怕的 就是我们觉得整件事是核战 令到最后变成世界核凶天 这才是最恐怖 世界大战大家就不是太恐怖 我老婆问我 世界大战会不会香港很大 我都敢说 可能我们香港比英国更安全 因为英国会拿一支核弹来 可能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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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 德国 因为它用短的导弹来打到你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 就是它用那支KINSO 就是用那支高车坑速那支 上面装的核弹 其实它的攻击范围整个欧洲 尤其是它预先打击的国家 英国一定是最高危的国家 大家知道英国和俄罗斯的愁口都十分大 反过来 亚洲区这边 俄罗斯总不能够射枝导弹来打香港 就是习主席的朋友 所以这个位置 真的实际大战 就未必那么可怕 核战也可怕 都是可怕的 我们继续观察 因为普京说了太多次 但不代表不可能 就是我永远那句 总是Murphy's Law是会出现的 还有美国不做事就不会 其实相对 它能够动用到 例如这支匕首的机会是低的 因为基本上你准备起飞 起飞的时候 你都要让国家看得紧紧的 如果你有什么意欲 大家觉得收到的情报 知道你有什么意欲的时候 就一定会打你下来 这是必定的 而且一定在附近出动了很多 我们的EP3 很多的偵察机 根本是预先收到 无线电程度 很多语言的专家 RCS35 都在上面做过分析 当它一听到 原来它准备攻击的时候 它就会预先在机场 将你折下来 所以可能连起飞的机会都没有 另外船 我们相信 现在它们作恶机会 也十分之小 老实说 最怕最怕 即是陆上那些 都未必是最怕 其实最怕都是前顶 即是我们来说 即是北方舰队 即是北方舰队 即是现在四个舰队之中 最有机会 可以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危 就是属于北方舰队 北德文斯克 即是这个港口 它就发射 即是这个弹度导弹的攻击 全世界入围一点都差不多可以 除了南美某些丁丁位 否则都基本上全世界 就是所有 对它来说 是敌对国家都能够担保 所以今次 即是北京这个核磋 又未去到古巴危机的级别 就未去到那里 所以我们要继续观察 即是怕不怕 大家都会怕 我想大家又不用怕得那么紧要 因为我不知道 很多朋友问我都很惊慌 我说了 这个就是它没有牌之中的一个牌 好啊 今天那间战报 我想大部分大家都是想听普京的 对吧 有3000多人 今天就相当多 大家可以帮助给like 帮助给like 帮助给like 是的 我们现在要1500多like 大家希望可以再给多一点like 是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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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可以帮忙 诶 看我们的广告 如果可以 新朋友能入到这里 可能你不能留言 新朋友能不能留言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 诶 你订阅了之后 你明天就可以在此留言 因为我们也导估一些古怪的人 寫到古怪留言,很骚扰着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不想有这些人 老实说,这个战步你支持了200天 你也肯定不是第一天subscribe的 如果你可以听足210天,你都不subscribe 我也觉得你是厉害的 既然我的坚持和你的坚持,你继续坚持 另外,大家订阅上我们的台,可以按铃铃 另外,也可以细水长流地支持我们 包括订阅我们的patreon留言频道 支持我们的坚持 我们的傻佬经常都以广东话的军事 去和大家介绍 尤其是大家没发觉世界越来越乱 所以你都真的要有少少军武的知识 你才能解释到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你纯粹以外交政治看不透 这件事是怎样的 灯的机会会高 所以大家也需要有些军武的知识 大家当作一个学习点都是好事 另外,大家也有一次性 随缘课金也相当欢迎 包括银行、PME、铸素快 香港朋友可以做到 香港的朋友可以透过PayPal 也可以透过Youtube的功能 例如Super Chat、Super Friends 即直播有Super Chat、Super Sticker 完结直播后 在留言区可以用Super Friends的功能 打上我们 支持我们的坚持 好,今天的情况大概就这样 看看大家网友的意见 我相信听到军武器人的朋友 都已经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 如何投放核弹是很重要的 包括如果空中用轻炸机 如果陆上用 包括发射井 或者导弹发射车 海上当然可以用水面栏 但正常会用前顶 三方面 美国除了陆机之外 陆机美国就用发射井 相对落后一点 但如果以轻炸机 包括美国有隐形轻炸机 可以用到B2、放核弹 又或者它可以用到潜艇 例如我们所说 SSBN 即俄去俄级 进行一个隐物攻击 这也是一个杀爵 俄罗斯算是世界第二 它能够用到他们的得福之神 亦是比较神出鬼没 但其实有机会追踪得到它 理论上 如果你让它出到GiUK GAP 即我们所说的GiUK 或者大家简单说 就是GiUK GAP 它去攻击美国本土 就会十分危险 所以这些位置就变成 俄罗斯也不是无威胁 它的前顶 如果你让它出到GiUK GAP 始终是有威胁性的 我想很多朋友问 不知道叫GiUK GAP 我给大家看看GiUK GAP的位置 GiUK GAP在这里 就是我们所说的Grenland Iseland 以及GiUK 它穿过这些海峡 水底之后 其实和美国本土就很接近了 发射核弹 去到美国本土 可能只有30分钟以内 reaction time 很危险 还可以放很多飞 这就是核弹最恐怖的地方 不过这个GiUK GAP 其实你见到 如果普京一意孤行 按核弹的时候 有多少人支持他呢? 少伊谷会否支持他呢? 对不对? 加拉西莫夫那些 按核弹那些司令 会否真的采取他呢? 会否发动政变呢? 将他守到琴来呢? 因为你守琴普京 应该比你消灭世界 因为消灭世界 大家玩完 你捉了普京 大家有饭吃 在这个情况下 会否面临军队忠实问题呢? 那普京又得不到民意支持呢? 那如果他得不到民意支持 肉核弹呢? 就变成了美国 就是他死路一条 他成为了人民公敌 便会自己被人民通缉 他想想做到这样 所以不是去到最后 我们都相信 这张牌也是虚的 但永远他也是有这粒制 而这粒制 会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说 是特别大粒的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他绝对觉得自己是特别大粒的 所以他会觉得 他这样说 大家都要听 所以也有今天这一集 所以我们都要做什么分析 虽然大家经常说他傻子 但是我们都要再看一转 他去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始终也没有办法 好的 多谢MacKK 多谢你的Super Chat 多谢你 另外多谢NGAD 多谢你 多谢你的SumSum 多谢你的Super Stick Vincent 多谢你的Super Stick 多谢你 是呀 请君母公主吃雪糕 多谢你 买一瓶绿茶雪糕给他吃一下 可不可以给他吃那么多 好啊 大家好 刚刚进来应该有说过 好吧 那么就 anyway 我相信 今天也有很多朋友在 所以黑武的危机 总有的 如果有新的进展 我们都会尽快和大家说一下 好啊 其实乌冬今天 就不算有什么很特别的形势出现 但也有少少的 包括我们看到地区性 是 尤其是在来曼那边的地区 尤其是在来曼那边的地区 其实你看到现在 乌克兰 例如在这个地方 Draw by South 这个地方 就是这边攻过去 另外在南面西南面打过来 其实来曼也是守着乌克兰的进攻 乌克兰要光复来曼 这是一个重要的地区 打了之后 其实欣平也要走 差不多这边后面 乌克兰差不多都拿了 因为另外那边 在奥斯基尔河那边 上面的地图 正在压下来 很快处 可能是汇斯在来曼 另外也是 我们说的 Bailo Horica 即是在尼西昌斯克 20公里外的阵 亦都被乌克兰光复了 所以大家观察到 如果这样打下去的情况之下 大家看到蓝色的地方 在尼西昌斯克附近 是不是有块蓝色 对 这个地方就是Bailo Horica 大家看到来曼的 条线越来越平 就是压着来曼来打 其实越来越近 尼西昌斯克 我们说的生命线 大家看到红红黑 在这条 红红黑 就是生命线 大家看到虚线的位置 就是哈尔科夫州的边界 如果打过去 其实就跟这条线不紧 落日晚再吃上去 一路打 其实有机会会断俄罗斯 这条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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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努金斯克那边的供应 都会差一点 所以你看到 普京的增兵的令 都真是黑不容忍 他现在再这样打下去 顿涅茨克州很快不用公投 因为很快顿涅茨克都可以收复 这条补给线 麦努金斯克 杂波罗尔那边 和哈尔松 哈尔松那边 其实今天都有攻势 Viso Coppelia那边 包括我们说 新卡霍夫卡 和卡霍夫卡那边附近 那些桥和浮桥 一样有 一样打 继续打的浮桥 那些浮桥 那些浮桥 他们每天都起了 即是起浮桥 尽量过资源 过去 有些装备回来 等等的地区 另外再前线一点 包括赫尔松的西南城市 奥兰松的西南城市 这地方的前线 亦有乌克兰军队攻击 不过可能就未成功 暂时未成功的地区 乌南这边不算很大进展 乌东另外巴赫武那边 亦有俄罗斯军队那边进攻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边是否进地一波打 还有这边属于 我们说的华纳集团军 即是他们这些雇佣兵 他们的命令 可能就未必直接受到 俄罗斯中央那边 即是可能他们有 他们的玩法 所以你见到俄罗斯不同的部队 即是不同的重属 不同的利益 要统一作战指挥 其实也很困难 这个也是俄罗斯 一个相当奇怪的部队生成 以及部队之间 互相牵制的一个 非常奇怪的组合 这些都是 每个国家 每支军队都有它的国情 好啊 另外呢 是的 另外要多谢Ray Lau 多谢你的Super Sticker 多谢你啊 多谢你的Super Sticker 另外多谢Ray K 或者Ray Chai 多谢你啊 俄罗斯动员令作用大不大 有多大 不是很大 它蒸了几多兵也不太肯定 其实动完令大家不用太担心 反而担心 恶乐诈的部分就比较要小心 我觉得动完令 其实它动完那30万 预备翼最后一半都没有 我估计3-4成都很棒 差不多到10万人都很棒 10万人当然会打个折 30万有10万放在前线就很好用 他之前打了19万多 20万人左右有10万的补充 对他们来说之前没有5万的商员 突然加10万人上去 他会觉得有机会赢 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未必是真正的想法 所以就说30万人在情况下 理论上他们的作用会比志愿军 我觉得这张也是他手上的一张牌 他一直都不肯用 Mo Chen 多谢你 多谢你的Supersticker Victory 希望Victory可以降临在乌克兰身上 俄军士气十分低 就算精兵有 军备都已经决决了 例如你见他坦拉損失了这么多 那你还怎样去打呢? 尤其是你见乌东的地区 你都需要坦拉去推进 你要有装甲车 但他们现在装甲车和坦拉都少了 甚至乎我们说到 美军都随时会给M1 给乌克兰 如果收到M1对着T72 很远开始攻击你 又准 FIRE ON THE RUN 你都不知怎样打 即是M1 大家亦都见到 乌克兰用美制武器 都好像有加成 用得不错 他们不会是不熟 发挥不了美军威力 至于你说他们要进货水 即是我们说进货水 会否令到他行军很短 其实也不是的 即是坦拉都行到400多公里 其实老实 他一天哪里行到400多公里 对不对? 后勤是追得上 后勤是追得上 反而在维修装备 可能要开始时 要有美军的contractor跟一跟 你说是否立即他们训练到 他们乌克兰人员做的维修 或是他们的organizer做得不好 这个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比较好 好 好 多谢你 多谢你的Super Sticker 多谢你 新加坡朋友 多谢你 多谢你的Super Sticker 多谢你 所以真的30万人就说 其实最后都很难30万人 我估计 军队这边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很多时候预备役的人员 如果他真的想打 他根本可能已经参加了 华纳集团 他已经跟了华纳固庸兵那边去打仗 因为那边也有钱 大家记住 其实俄罗斯是他已经用了钱 去打动人 也打动不了 现在就硬捉了一条命来拼 你捉到人 他都去到前场 也不会打 大家明白吗? 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放些兵下去 又不教人 又不分练 对不对? 是人都知道自己的命是重要的 对不对? 你不会真的一心为国打 没那么傻的人 大家都明白这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不可行的 这件事真的不可行的 或者大家去研究一下 俄罗斯的俄文 如何写个勇字 然后把勇字放在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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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是 真是当古代的清兵去打 胸口是一个勇字 当然非常奇怪 你准备到兵又不够装备 又不够坦克 对不对? 又不够重型武器 现在被海马斯这样打 你又没有一个克制的方式 所以其实都蛮麻烦的 不过 接下来用那炸的武器 有机会的 即是用温压弹 真空炸弹 就很有机会了 即是你用那炸的东西 就应该会继续用的 接下来可能他们会继续攻击平民目标 但是大家已经预料了 接下来俄罗斯一定会不断打击民族的目标 打你的水、电、地区、民居、导弹 继续打 他们是必定的 这些民族是没得够的 一定是这样打的 尤其是核弹我们会继续观察 核弹老实你一说出口 美国人一定会看着你 我们经常说 天机雄外卫星在天上不停观察 他们亦都会出动 我估计他们会派出一些 我们说是核子的一些偵察机 它会出动 第一架叫WC-135 专用文核弹 它会有支这样的偵察机 如果出现 就会有一个信号大家要注意 是否真的会做一些测试 我相信俄罗斯说到这样 他说要做得逼真些 是会试射核弹 会试射核弹 有机会由西射去东 东射去西 例如你会在哪里 会在巴伦之海射射核弹 射去坎泽加半岛那边 这些会有机会出现 射在洲际导弹 射核弹 我真的会射 上次也有试过 如果它够胆 就会用架潜艇射射 但这个很少 如果用这个就危险 你看到它拿一架 北风之神 那些SSPN 核弹到导弹的潜艇 试射飞弹出来测试 那就小心了 这个信号是相当明显的 很危险的信号 所以大家要懂得看 你懂得看这些信号 你就会看得到 究竟他打的意愿有多高 其实还是有情报之分 例如我们之前 第一名教授说 有一个叫黑道 他们也会有一个黑道在内面